同样是复查皇后痛失七哀哥,董姐和秦兰两个版本却有很大的分别。 在如意传中,董姐版的皇后做尽了坏事,但是为了家族荣耀,她想要还上皇子。 但是由于年纪已大,七哀哥早产,导致孩子虚弱,出院不久孩子便夭折了。 而言喜攻略中复查皇后是端正贤良之人,生下七哀哥只为了和皇上的爱能够得到掩饰,也希望自己是瞎不寂寞,但是永从却被纯妃等人害死。 从火场里把七哀哥救回来之后,复查皇后当场崩溃大叫,相信看过这一幕的观众都为秦兰心头。 如意传中的皇后失去七哀哥之后,虽然身体失弱,但还是做得住自己的忠公之外,而秦兰反的皇后失去七哀哥之后,彻底崩溃,甚至要用绳索才能保证她不抓狂。 他哭着对皇上说,我复查荣音,这一辈子,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,却为何会落到这半地步。 这一幕已成经典,也成为秦兰演义道路上的经典一幕,而董姐版的则不痛不咬,不得不说,两人通演皇后丧子。 只有秦兰这一版本的才是真的让观众跟着心头,让天地通通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